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張借帆 我是夏澳洲 趕快來聚焦 今天重要的政治新聞焦點 蔡英文的民調大勝了 賴清德 韓國瑜跟柯文哲 現在已經獨定可以踢名拼連任 民進黨初選結果太驚爆 藍綠白板 板塊大挪移 韓柯難道GG了嗎 好 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掀起了大選抹紅戰 結果航黑 柯黑都撿到牆了 岡山淹水元凶 開挖馬路才挖到 原來是冰山一角 好 民進黨黨中央 公布初選民調的結果 確定是由蔡總統勝出 蔡英文贏賴清德8.2% 但未來民進黨要怎麼整合 成為下一道的難關 民進黨的秘書長羅文嘉 他呼籲全黨要團結 我們可以宣布的是蔡英文同志 將會勝出這次的總統初選 2020大位民進黨確定由總統蔡英文出征 初選民調結果顯示蔡英文對上韓國瑜跟柯文哲 支持率達35.7%超越柯函二人 反觀賴清德只有27.5% 總統贏賴清德8.2% 經過了86天很漫長 也中間相當有波折的整個初選登記到最後的結果 我們也在這一天產生出了我們2020的總統候選人 民調出爐之前才來陣營都很忐忑 一早就來到黨中央等待民調拆封 黨內選出最強候選人的過程 沒有什麼勝負輸贏的問題 這幾個月的初選過程中一定是有些瘋瘋瘋瘋 但是如果我們看向明年半年之後的大選 尤其看這幾天在香港面臨的狀況 我們知道台灣的處境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不斷呼籲全黨團結就怕剛廝殺完的初選會傷筋動骨 至於有沒有可能蔡賴沛 未來的合作模式很多 我這裡不便做任何的預測 那至於說對手陣營要怎麼說要怎麼講 都不是我能夠去干涉的 綠營初選告一段落如何整合將會是 下一道難關 TVB的新聞 傅廷華王國林 譚一輪 安心小組 台北報導 民進黨總統初選結果粗魯了 電話民調的結果蔡英文贏賴清德8.19% 稍早的時候賴清德在家鄉的台南 感謝鄉親支持 他表示他會履行承諾 全力的支持蔡英文總統 但他也打了電話給蔡總統 表示說這個蔡總統一定要打贏選戰守護台灣 感謝大家對我的支持 最後為能達成所託 帶領大家打一場守護台灣的選戰 我也深感抱歉 不過歷史終將清楚記載 在台灣局勢選軍 民進黨最困頓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退縮 我們勇敢承擔 我們基於對土地的使命 我們打了一場漂亮的選戰 同時 我們也一心 也建立了民主的新業 同時我們也成功的激勵了 民進黨的士氣 對未來總統跟立法委員的選舉 做出了最具體的貢獻 大家說對不對 對 目前香港的局勢 日趨險峻 有一百多萬的香港人走上街頭 香港政府已經定位為 是一個暴力的活動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也叫人民解放軍準備好 在台灣大敵當前的時候 民進黨的初選 也應該要畫下句點 該是大家 團結 打贏明年選戰 守護台灣的時候 因此我剛剛 親自致電給 民進黨黨主席 卓榮泰先生 表達接受初選的決定 同時也會履行承諾 支持民進黨的 所提名的候選人 全黨務必團結一致 支持蔡英文總統競選連任 隨後 我也親自致電給蔡英文總統 表達相同的決定 也勉勵蔡英文總統 一定要加油 一定要打贏選戰 一定要成功守護台灣 我是民進黨黨員 幾十年來 我深愛這個黨 我願意為這個黨付出奉獻 我身在台灣 長在台灣 在台灣受教育 也成長 茁壯在台灣 台灣是我們共同的母親 我也深愛台灣 因此我要再次呼籲 大家都能夠支持蔡英文總統 並且祝福天佑民進黨 天佑台灣 好 另外一方面是總統蔡英文 也開記者會了 趕快帶您到總統府的現場 因為善後的關係 一直忙到今天的六點鐘 我要代表國人謝謝大家 我要謝謝他們 他們辛苦了 那因為有我們的警察 弟兄同仁保護著台灣的平安 他們的徹夜未免 讓台灣有一個平安的夜晚 那麼國政是沒有辦法停歇下來的 那麼現在呢 全台灣各地都有好大雨的情況 那麼秋行軍蟲的疫情 也都是要嚴密的掌控 所以我仍然要求我們的執政團隊 要堅守崗位 守護台灣的每一個角落 好 以上的就是我 對這幾天重要的事件 所表達的看法 好 那我們接下來進行媒體提問 那第一個我們請配話好了 您是 總統您好 我們想要請教 因為今天除了這個香港的反送中的事情之外 台灣最大的焦點應該就是 您的這個初選的民調過關了 那不知道您對這個民調怎麼看 因為過去的許多民調看起來 都是您可能還落後藍營的對手 蠻大的一個距離 不過今天看起來您不夠 但銀函還銀科 而且差距有點大 不知道您有沒有覺得意外 還是覺得說是意料之中 謝謝 現在出選結束了 這個民調總是在過程當中 總是有起起伏伏嘛 不過在經過這樣的一個 這個初選程序以後 現在也塵埃落定了 那我從現在此時此刻在這個開始 最重要的責任就是要團結 所有可以團結的力量 來守護台灣的民主 來捍衛我們改革的成果 跟鞏固我們的主權 這些都是我要全力以赴的目標 那2016年我宣誓就職的時候 我很清楚我的責任就是國家的前途跟人民的福祉 那我在進行初選的時候 我的態度跟信念是沒有改變的 面對2020我也是一樣是沒有改變的 那我在這裡必須說的是 初選已經結束了 那這是一段自我淬煉的一個過程 那麼競爭讓我們有了進步的一個機會 那我也要特別感謝賴全院長 還有所有對我提出批評指教的人 他們的體力讓我們可以看到自己的盲點 跟問題 那麼也讓整個團隊更加的站在靜靜 來努力做得更好 那我也要特別賴全院長 所展現的民主的風度 跟他的過人的毅力 那我們兩個剛才也確實已經通過電話 那我們都有共同的信念 就是我們一定要團結 那麼讓2020年可以勝選 台灣不能輸掉 那在此我也要感謝民進黨的卓主席 還有所有的我們黨的工作同仁 這段時間確實辛苦了 那我也要感謝五人小組 還有我們黨中央的常委跟職位 這段時間 但他們以無比的耐心來穩固 穩住了這個大局 那我也要特別感謝 在這段期間 支持我跟支持民進黨的很多的朋友 那讓我們以團結的力量 來一起完成了這個初選 那也能夠在未來 我們要一起團結來守住台灣 好 那個東升秀敦 總統我跟您請教一下 您剛才講說團結很重要 那接著我們初選完之後 要怎麼跟賴院長來進行團結的部分 那因為你之前一直提到說 一加一大於二 那是不是所謂的蔡賴沛還是有這個 您希望能夠繼續來推動的部分 我剛才說過 我跟賴院長剛才已經通過電話了 那賴院長這段時間也很辛苦 也需要休息一下 但是我們一加一大於二的原則是不變的 也沒有說哪一個一比較大 那我們會坐下來一起討論 為這個黨的慎選討論出一個最佳的方案 還有問題 國際媒體的朋友 我想香港的這個 這個抗爭的這個事件 確實讓全世界的人都感到不安跟憂慮 尤其在臺灣的人民 因為我們畢竟跟香港的距離蠻近的 臺灣人都非常關注香港在這個事件的後續發展 我相信在臺灣的共同的關注跟國際社會共同的關注之下 這個香港的人民會感覺到是有很大的支持 那麼也讓他們在尋求更多的民主跟自由的這條路上不會覺得孤單 我們也希望香港的政府在這件事上就像我剛才講的必須要跟人民溝通 展現出一種民主的風範 讓這個事件可以在理性的基礎下面能夠解決 我們也不希望看到 這個香港的政府對人民進行用強制的力量來壓制人民的言論的自由 那我們也會盡我們最大的能力來協助香港的人民 在這一場抗爭事件中來維持香港的民主跟維持香港的言論自由 好 還有沒有沒有 那貴湘 總統您好 中央社會問貴湘 總統我想請教一下 你剛有提到就是團結整合的重要性 我想請教一下總統就說 你剛也提到說跟賴院長近期內會坐下來談 可不可以請總統比較具體的談有沒有實成表 或者是你對於黨內整合的工作 你有沒有什麼樣初步的想法或方向 好 您現在畫面上看到的是總統蔡英文 在總統府開了記者會 一方面回應了很多國政的問題 一方面她也對於這個 今天民進黨公佈的最新民調有了回應 那說到民進黨的民調 這個蔡英文是大贏了 除了賴清德之外 他也贏了 韓國瑜也贏了柯文哲 對於這樣的數字變化 要來聽聽看韓國瑜是怎麼說的 因為過去這三天的民調 民進黨再三的拜託 所有綠軍的支持者一定要在家裡守電話 那藍軍還是一樣過正常的生活 綠軍都守在電話旁邊 所以這個民調數字 綠軍的阿拉伯數字往上攀高 非常的正常 反過來 有一天國民黨在做民調的時候 拜託所有藍軍支持者 手電話的時候 藍軍的數字也會增高 所以這個數字 應該只是對於民進黨總統初選的時候 有他的意義存在 對整個全台灣的民意來講 我想只是大家看一看就好 這次這黨那次選結果突然你覺得賴清德 他輸掉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民進黨這次總統初選 看起來 大家都覺得這是第一次 但是內行人看門道 外行人看熱鬧 民進黨這次總統初選 事實上帶來了非常不好的民主示範 為什麼為台灣民主帶來不良的示範 因為你民進黨是執政的 你所公布的總統初選的辦法 一旦公布出去 那大家放出四海大家都認同 所有綠軍支持者都會認同 你是民進黨中央黨部公布的 結果時間 因為有一個更強的賴清德出來 時間一拖再拖 方式一改再改 拖到最後改到最後 事實上賴清德就輸掉了 重點 你既然民進黨中央黨部所公布的 公布完畢之後你照表操課 那個時候輸贏大家都沒有話講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這一次 所實施的這個總統初選辦法 這一點是讓台灣民主政治 帶來很不好的示範效果 第二賴清德已經公開宣稱 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講得明明白白 訴求台灣人民的支持 請問蔡英文總統 你是要把中華民國帶到哪裡去 這個一定要講清楚 還是你也是不務實 是務虛的台獨工作者 這個也要講清楚 第三 事實上蔡英文總統這執政這三年來 大家自己可以看看 我們現在中華民國的現況 我們外交非常困難 兩岸關係也是極凍 經濟非常的疲軟 年輕人真的很茫然 害怕未來 大家過得非常的辛苦 如果台灣人民要繼續 還是要這樣生活繼續下去 那蔡英文總統當然有可能當選 如果台灣人民拒絕這樣子 過去三年來這樣生活的方式 經濟這麼的差 整個國家發展這麼困難 那我相信蔡英文總統會接受選民 2020年最嚴格的檢驗 好 不過在國民黨內 2020這個關卡 似乎還沒有完全整合 因為這是有名嘴在網路上 貼出了一份聯署書 是挺王金平選總統的 也引發聯想了 是不是王金平有可能 最後還是託黨參選呢 對此王金平就解釋 他說這是熱情的支持者自己做的 他事先完全不知道 聯署書上王金平三個大字 說挺他選總統 名嘴蔡玉珍臉書貼出的照片 引發外界聯想 難不成是王金平要託黨參選 這是我們應該是熱心的朋友 他們自動自發去做的一個聯署行為 那對我來講我真正要聯署的話 我一下子全國一致的同時發 怎麼會只有一個兩個來做這個工作呢 有想過要透過聯署的方式參選 還沒有 還沒有 聯署書不是王金平做的 但未來會不會留伏筆 不過現在他不參加初選 有民調顯示票將流向郭台銘朱立倫 有民調說七成四流向郭文英 三成四流向其他的 這個我不清楚 確實有聽說話風一轉 談起郭台銘 前一天批黨中央洩露內容 對他不利 王金平炮火一致 黨中央過去的做法 就是讓這部分的參選人 有意願的人 或者是社會也覺得很奇怪 做看藍營三強鬥 王金平不說就等關鍵時刻 替自己2020再搏一回 TVB的新聞復健成 李作恆台北採訪報導